2018的娱乐圈动荡不安 曾志伟进来全蓝铁鹰性侵事件 全民发声声讨曾志伟 而后曾志伟否认性侵 却遭金牌女魔教母海女华爆量 不止一次性侵女艺人 此话一出 曾志伟更是被舆论推向了风口浪尖处 多年来 蓝铁鹰性侵事件一直是娱乐圈未解之谜之一 没人能说清真相究竟如何 近日 朱伟翻出了这件困扰多年的迷奇 曾志伟承受了巨大的娱乐压力 于是不得不召开了记者会 出来向大家澄清 曾志伟的好兄弟 谭永林站出来力挺曾志伟 有网友表示 曾志伟和谭永林来内地期表演 萨石则寻欢 谭永花则表示事实就是事实 作为曾志伟女儿的曾宝仪 也时刻关注这件事 发声力挺父亲 还在采访中表示相信父亲 曾志伟开记者会后 网上的娱乐依然对他非常不利 最近几天 连范冰冰也被牵连了 有人说他和曾志伟 过去也不清不楚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网上爆出了他们的一些合影 当然 这些合影不是普通合影 是他们两人相拥抱别的合影 是狗仔在暗处偷拍的合影 事实上 现在的范冰冰 已经成为娱乐圈中的大名鼎鼎的范爷 很少会参与饭局了 不过当年人是会去参与下的 究竟曾志伟在香港的人脉宽广 把握大量的电影资源 在饭局完毕 范冰冰与曾志伟热心相拥 也许是喝多了的关系 范冰冰的举动适当自动 直接紧紧握抱住曾志伟 两人拥抱好久 半途好像还在耳边交头接耳 要是你们是李晨会怎么想呢 曾志伟性亲门事件正处于风口浪尖 粉丝们也担忧此事会牵连到冰冰 星辰不好的影响 网友蜿蜒范冰冰又摊上大事了 李晨要哭晕在茅策了 希望范冰冰不会再因此事受牵连 目前曾志伟处于风口浪尖 怕是枪导众人吹 我们都希望冰冰和李晨可以白头偕老 各位看 官怎么看呢 好 人 想